走病床前还能对生命充满盼望真的很不简单 为了关怀和癌症战斗的病友们 癌症希望基金会举办了捕捉希望摄影展 希望透过镜头留下对抗病魔为生命奋斗的瞬间 用正面态度鼓励更多人面对人生困境 在离癌病友的脸上 看见全然喜悦的笑容有多还不简单 但只要看到女人贴心的举动 法军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而这一张张的照片 传达了病友们对亲人和生命的思念 他们面对癌症的态度不仅正面 甚至把生病看作是对生命的祝福 生命像阳光一样绚烂垂残迷人 但是也有可能像竹面一样 一下子就不见了 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捕捉希望摄影比赛 让病友、家属和医疗团队 透过镜头威威带来抗癌的旅程 因为我主要的对象就是我的小孩 我觉得是为他们留下很特别的纪念 大部分的参赛者都面临生命的困境 面临生命的困境 然后选择一个有建设性的方法去面对它 我想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大的鼓励 五届比赛以来 累积八百多张照片 每个镜头记录着这些生命斗士 令人动容的瞬间 鼓励更多人走过生命的低潮 记者摘音村、陈运竹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